我们一起吃饭可以吗 那个巴西人马上骂我 不能这样子 你不要做什么的 我以为 巴西人不能一起吃晚餐吗 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刚开场的时候 比的这个吗 对 那个不行 这个对巴西很 我以为只是西班牙 没有啦 这个不是OK 这个是非常不OK的一个事情 如果 如果他是女生而比这个 可能又憋的意思 如果女生对他比这个 他就去洗澡了 resist 可能又别的意思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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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那你们OK要怎么比 OK就这样子 这样 O.K. 都要赞的一个意思 OK这样 可是希腊不是说是去你的意思吗 在希腊 因为在希腊不行 不是 这个就是 比如说 你清点要不要去吃饭 OK 好像 아�ö 可是正在希臘就又不能比了 對啦 因為譬如說我以前就是也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也不知道就是 台灣就是非常喜歡做這個OK 其實這個OK要跟大家講 這個OK是代表在巴西代表阿蘇的意思 對 筆鼓 但是你在台灣會做嗎 這樣 現在就做啦 因為現在先問了嘛 這個面了 這因為我在西班牙改變了 西班牙也不行 西班牙應該也不行 我們去那種吃TOPUS 然後那個小姐就會問我說 要不要什麼東西我就說OK 他就說 這不是OK 我還在工作 他跟你講說他還在上班這樣 你下班就對了啦 對 就說OK OK 但是你們OK這樣 可是這個手勢在我們台灣是很棒阿 讚 不然就是一樣OK的意思阿 所以你們很讚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阿 我有碰過外國人有個手勢 我還滿不太習慣 就是他們會 比如說OK 就是他們會兩手一攤就是 然後我會覺得 無所謂 那是義大利的吧 義大利人最喜歡的吧 那是義大利的 他們這樣 那是義大利的 義大利沒有 義大利我不知道 義大利OK 然後我會覺得 這樣到底為什麼 可是他還要配合臉部的表情 一般也許是這樣 但也有人是這樣 這樣 這樣你會不會想打他 你的表情會不會太活潑了一點 真的 我跟你講這要配合臉部的表情 就有不同的意思 是 有時候兩手一攤 比如說問他說你要不要吃 比如說要不要吃西餐 OK 然後就 這樣是要還是不要 心裡面 你的心裡深處是要還是不要 然後如果 好像沒有很滿意 就有些也是笑笑的 就OK 可是那個手 這樣子會選 所以好像有帶點無奈的笑笑 可是他說外國人是哪裡的外國人 義大利人 沒有 義大利人最喜歡 義大利超多手勢 對 可是他跟比的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不可能這樣 我們都很創意很多元性 像美國也會 美國很會 義大利有一次也會 義大利人講三句話有十五個手勢 你們不知道 義大利有多少手勢 你們平常 就是說 比如說你跟艾莉克斯聊聊天 沒關係 那我來比另外一個 比如說喝水 台灣怎麼比 喝水 喝咖啡 一樣 義大利應該是有這樣喝酒吧 都不一樣 怎麼可能水跟酒是一樣的 我們喝酒跟喝水一樣 等一下 OK 小珍是說真的 對 沒有我們喝水是這樣 喝酒是這樣 那我來比一下義大利 喝水 喝水 一樣 喝酒 喝酒 對這個我看過 喝咖啡 一定要三隻 等一下有點像OK 在巴西話 對 這在巴西話 對 這個在義大利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沒有 你們看一下那個手勢 手勢這個畫面 開花 它有點像什麼 螃蟹 什麼 螃蟹 螃蟹 差很多 你是哪來的 對啊 在英國是螃蟹 在義大利是什麼 在德國是什麼 德國你覺得它是什麼 沒錢啊 沒有錢 金螞蟹 就是按摩 按摩 按摩 不好意思很不優雅 巴拉圭的同學 我們在巴拉圭 這個意思是 他在 你很可怕 你什麼 你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為什麼是很可怕的意思呢 因為這個是快要挫賽之前的那個動作 這個意思是 你覺得戰鬥嗎 你是不是在害怕我再說的話 有點威脅對方的意思 所以你又講到什麼話會用到這個手勢 比如說 你要拿我的女朋友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看起來很促逼耶 欸 他在示範 欸 等一下 可是我們要確定他教我們是真的耶 搞不好他騙我們 搞不好他騙我們 搞不好這 在義大利是怎樣怎樣 我們到義大利說 這個這個這個 我問你我騙你有錢轉嗎 也沒有對不對 什麼都是錢 你看 沒錢 沒有 你知道嗎 這個在巴拉圭 就是你的屁股 是這樣 就是屁股 這是屁股 對啊 所以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 你在忙什麼 有沒有那麼忙 你在忙什麼 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問老闆那個 飲料的老闆 老闆就是一杯綠茶 他說 今天綠茶這樣 什麼意思五十五塊嗎 五十五塊 也太貴吧 就是他沒有講 今天綠茶 可是台灣還有一個是 你如果放近一點是 說你多話 一直講 多話 放在嘴巴 放在嘴巴 這樣子就是沒有了吧 還有這個 這個在台灣 你來 現在我們全國 那個韓國應該沒有 但是歐洲的 這個就是走開 這個是走開 走開是這樣子 現在我回英國 我媽媽說 媽媽過來 她就說你幹嘛對我這樣 沒禮貌 就是走開的意思 所以 過來 在你們國家沒有這個手勢嗎 這個是義大利的走開 這個手勢是這個樣子 好複雜 好複雜 這個在巴西不一樣的意思 又是什麼 巴西怎麼樣 這個巴西 是這樣子 怎麼樣 那是什麼 我覺得你又要講些色情的東西 真的 法國的手臂都是 都是從義大利來的 他們衝我們衝過來 所以如果 比方薩金 她過來 要快 叫她趕快走 趕快走 那過來咧 比如說像我們台灣過來 請你過來 過來 過來 不是 義大利是這樣子 這樣好看嗎 這個不禮貌吧 這個不禮貌吧 為什麼 在學校就是老師會 來 台灣這個有點挑釁 對啊 這個是挑釁 那巴拉圭有嗎 過來的手勢 有啊 就是這樣 這也是挑釁啊 這個你可以說 跟你的女朋友 就是這樣 比較 比較涩的意思 我去菲律賓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們 要叫 比如說我們會叫服務生 或餐廳的人說 欸 哈囉 或者是我們 請他來一下 對 或者是我們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 出外景 然後可能司機幫我們開車 我們要說倒車的時候 欸 過來 可是菲律賓的人 告訴我們說 不可以比這個 在菲律賓比很不禮貌 什麼意思的 就是好像是去你的 還是就是要挑釁的意思 很容易 因為菲律賓又有 合法的槍支 他叫我們說 鼻子啃人會被開槍 真的嗎 真的 你立刻收起來 對啊 那叫人怎麼叫 他們說這樣子叫就好啦 不要叫他們過來 就這樣子揮手 不要有來的動作 很像在叫狗 可是你在 可是你在對接的時候 還要跟他指方向就要過來 對 所以我們就有時候 還是會不小心 但是就會忘記 那這樣在路上 攔計程車這樣OK吧 可以啊 這樣都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但是我知道在德國 是不是有一個手勢不能比 德國就完全不行 就是希特勒的問候 哦 三個嗎 這個 那問題是我們德國人也都知道 那在德國做這個手勢的人 都是新的納粹 那問題是 美國人很愛拿這個來開玩笑 真的假的 那有一次一個美國人 在德國 對嗎 然後他在那邊 去一個酒吧 然後看到另外一個德國人 但是他們兩個認識 那那個美國人就對那個德國朋友 嘿 這樣子 那酒吧裡面有別人 而且已經很久 然後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們兩個的關係 就開始跟那個美國人吵架 差點開始打架了 因為德國人如果反對拿粹 很多人都會很介意這個 然後就很認真 可能要打那個人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在德國街頭 比這樣會怎麼樣 嗯哼 左手應該我覺得沒有人看得懂 如果是比右手 很多人會討厭你 真的 千萬我們攔計程車 攔計程車有時候也是這樣 這應該蠻恨的吧 攔計程車你會這樣啊 對啊 有時候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子啊 你手會動嗎 你也可以 攔計程車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不能 這個動作不行 這個不行 你說揮出去不行對不對 對 不行 其實我覺得還好在泰國 有一個是非法的一個手勢 泰國 非法 非法 對 他在2014年 他變成反泰國軍事政變的 非官方的一個象徵就是 對 對不對這個 三個手指 對 會被抓走 就是說這個真的是他們會發檢 那時候我說 反正我們是外國人嗎 應該我不敢 我不敢比 可是我朋友還擺一下說沒關係 我們比一比看看 然後他在馬路上 就是看到那個軍人嘛 他就 比這樣 就立刻被發檢 那不是送電影來的嗎 那個G2遊戲的 他們有做這個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個來源是什麼 有些人發誓也是這樣子啊 對 是抗議 抗議的意思對不對 是抗議 然後還說是亮的手指吧 有一些是三個吧 沒有啊 三個也有啊 是喔 他有什麼其他的手勢在國家 要提醒觀眾朋友到那邊旅遊 不能做 我是覺得巴西有一個動作 就是很多人會了解這個動作 就是這樣子嘛